歡迎收看 心力自益群 時尚有多難 你們都沒發覺 我今天穿得有點不一樣嗎 有耶 你穿西裝了耶 對啊 幹嘛脫穿了旁衣服 脫下來啊 自從這個節目開播以來 我就期待這一天了 真的假的 沒有啦 等很久 可是阿龐現在在為富裕子 加油努力 對 現在進入最高潮 想阿龐現在看到我在這裡 這樣子 我想 不是 我大概 管事長還有我們的 美麗的家綺 他是在你阿龐來監視你 他把他也介紹的嘉賓出來了 好 馬上來介紹我們今天人妻代表 可愛的AVY 你好 媽媽做的粉燈排骨 實在有夠讚 還有孤架高手語安 歡迎大家知道媽媽做的肉肉肉 實在有夠讚 語安姐好 美食性熱潮開動了 請 對 我每次來到我們美食這個單元 真的 真的是很開心 而且婆婆媽媽都很期待 我們會帶來什麼好吃的料理 像我們剛剛IVY說的 爸爸做的粉蒸排骨 實在有夠讚 為什麼 其實這是有一個感人的故事 就是我家是擔心家庭 我爸爸一個人 帶我們四個小孩 以前我們家中 還很富裕的時候 都還有傭人在煮 然後來到最後我們 我爸爸很不好 做生意失敗 他就開計程車 然後到晚上 一定要趕回來煮飯給我們吃 然後到常常 就是家裡都沒有錢 抽屜打開 他只有幾十塊 他剛剛講著 講著眼淚就快流下了 好奇怪 對 然後後來他就是會用 就是幾十塊買那個肉 然後家裡有現成的那個粉 他就會做那個醃肉 然後給我們吃配飯 所以我現在很懷念這一道菜 爸爸媽媽每次做的料理 我們都會念念不忘 真的 不過說真的 有時候親手 家人自己親手做的 跟外面去買回來吃 真的不一樣 像我就是對我阿嬤養成這個樣子 真的 你自己養你自己吧 真的 回娘家 對 吃了那個乳牛肉 其實我們小時候在家裡面 我們非常喜歡吃牛肉 可是後來我結婚之後 我老公不吃牛 所以相對我們也跟著很少吃牛 結果後來每次我回娘家 我媽就會做那小小的一鍋 等我老公吃完飯離開餐桌之後 我媽就把那一鍋 我今天放後面 我不敢給他看到 對 不敢給他看到 然後就看到 老公看電視 他就端起來 放在我旁邊說 快吃 好愛吃 好愛的媽媽 對 所以這次的時候你就說 媽媽還是愛我的 對 愛人家 還是愛我 你是算好的 像導演回去 但阿嬤都塞一隻母豬在旁邊 你上次了 到底今天有什麼好吃又幸福的料理呢 馬上來進行我們的 美食咕咕樂 今天的咕咕樂美食 法式油蜂鴨配鴨汁栗子飯 可是選用鴨中貴族櫻桃鴨料理而成的 搭配上由鴨骨熬出的高湯煮成的燉飯 加上當季鴨甜的栗子 每一口吃下去猶如貴族般的享受 這麼高級的料理價值多少錢呢 請你猜猜看吧 我們的法式油蜂鴨配鴨汁栗子飯 好好吃哦 對 馬上與我們的小天使 新妹妹上菜了 我們的油蜂鴨是由宜蘭四養的 櫻桃鴨來自成哦 它的肉等級是牛肉粥的鴨牛 脂肪分布得非常地均勻 沒有腥味 這個鴨腿一隻是要 市價是110塊 如果是整隻的話 是要1000塊以上哦 這一份能融合了我們的 中式做法 法式做法 還有義式的做法三種哦 是一個八國聯軍就在 它是盾戰 到底這個好吃的料理價格多少錢呢 準備 第一組請估家 我估 420 恭喜你 再低一點 低一點 350 恭喜你 再低一點點 我跟你講這個櫻桃鴨厲害了 它是最高品種 300 到底是多少 5 350 350 錯 再低一點點 再低一點 可是它的鴨腿那麼貴 這個價格已經很接近了 很厲害 已經很接近 但是還是錯 再低一點點 再低一點點 你知道我做過估家節目 也做過美食節目 沒錯 你一定要答對嗎 我告訴大家正確答案是 260元 你確定 有沒有壞 不要 確定 我們估家高手洞有沒有答對呢 恭喜你答對了 恭喜 恭喜這道法式游泳鴨劇 我們的宇安一個人獨享 以我做美食節目的經驗 用什麼刀 用什麼差都不用 直接啃 大便就在這一隻 對 就在這一隻櫻桃鴨 1萬1 你看那個游泳鴨的那個光澤 好香 味道好香 這感到外皮酥脆 我不客氣了 來 請享用 好香 還有一種 它這個油炸也好嫩 嫩度剛剛好 你看裡面保持那個鴨肉的嫩度 而且那妳油風鴨翅 那粒子給我好不好 對 所以燉飯飯要做得好 也是一個重點 對 是 飯要透但是不能爛 這是燉飯的重點 對 你知道我以前是開醫師餐廳的 對 燉飯其實是要慢慢地 燉到它那個 裡面心要有一點硬度 對不對 它米的裡面是有點硬度 但是鴨汁都進去米粒 對 而且它很快 它符合我們台灣人的口味 沒有 已經察覺Ivy在旁邊 她的臉都湊不湊 我一直這樣 沒有 我水要滴下來了 可以給我吃一口嗎 我跟你講 不要說我對妳不好 那妳要給它吃個黃 我給妳一個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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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還是送家的角色 妳已經送到嘴裡了 不要給人家拿出來 好殘忍 好 恭喜我們這一回合 請宇安的來個讚子 好 沒關係 好 讓大家繼續加油了好不好 好 更厲害的美食 沒錯 我們來繼續我們的 有夠在美食秀 不得了 聽說我們今天有夠在美食秀 來了一個不得了 非常厲害的台灣最年輕的廚王 好 該不會比我還年輕吧 看起來好像是 你該問問看它 好 到底我們今天的廚王 會帶來什麼樣好吃的料理呢 沒錯 趕快來歡迎我們的 陳彥婷師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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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彥婷除以1918年 28歲就獲得 2011年廚王爭霸賽冠軍 有最年輕的廚王之稱 拿手好菜是 創意川菜料理 謝謝 會的入名今年貴根嗎 今年28歲 28歲 而且她講的那個世界級比賽 是真的跟整個世界的頂尖高手 一起來比賽 十幾個國家 十幾個國家 所以帶來今天很厲害的料理 是什麼呢 川薯沸騰魚 今天川薯沸騰魚主食材有 上等的高山鱸魚 配菜是四川木耳 黃豆芽 芹菜 老薑和蒜苗 以及製作香氣逼人麻辣油的 公飽乾辣椒 自製的香辣油 大紅袍花椒粒還有辣油 另外還有這道 非家不可的秘密武器 我們今天選用的是 高山養殖的鱸魚 鱸魚是那些病人 就是我是講整個開刀過後 鱸魚它的營養 生完小孩都要吃 對 傷口的愈合 它蛋白質它補血 而且增強眼力力 而且它是魚類裡面 單價很高的 那我們現在 魚片的時候 我們從背部畫刀 從背部開始畫 對 從背部開刀 畫刀下去 我們現在要取的是 魚飛力 魚飛力 因為飛力就是 青肉 然後肉質比較厚實的地方 是 包括我們等一下要去調理 要去切割 讓它肉質的面積會比較大 現在來有問題考考大家 請問 所謂的魚飛力 是指魚身上的哪一個部位呢 我們給你看一下圖卡 請搶答 我不只對豬肉有了解 我對鱸魚也滿有了解的 真的嗎 答案是 魚背 所以是二魚背 沒錯 二 我們趕快留一下我們的師傅 他答對了嗎 對 他答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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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問問題的同時 我們師傅已經把我們的魚飛力 取下來了 對 快刀手的菜 就是所謂的我們的魚背部 所以就只有兩塊對不對 對 我們現在要處理的就是魚飛力 把它變成今天要的厚度 我們在切除要的厚度的時候 就是要注意魚紋 魚肉的紋路的方向下去下刀 所以我們要這樣切 這樣切的話就是我們等一下 要下鍋的時候它比較肉 比較不會容易碎掉 碎掉 然後它吃起來的口感會比較順 所以它的厚度一定要在 在0.5公分 0.5公分 這真的是好難 而且在 是不是在切魚當中 我想問一下那個語安姐 因為她平常那個購物台 真的是很忙 對 購物專家 那就有時間料理嗎 這不是我愛臭屁 告訴大家 我主持過美食節目 但是 好驕傲 我真的不會下廚 我第一次下廚 是為了上某一個料理節目 他們叫我準備一道菜 是 我經紀也很認真說網路上 抓一個菜單給我 你就做這道菜 那道菜我印象很深刻 叫做五香咖哩蝦 所有的佐料都是當天去買 因為我們家 除了鍋子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後來我東西買一起 我就開始做了 好 我做完了 我老公回來 我說老公… 然後他就來吃 但是他一吃之後 就拉出一條黑黑的東西 迷腸 對 他說 他說蝦子有腸嗎 我說蝦子有腸 應該有吧 那個黑… 我說那那個黑色是什麼 就沙腸你沒去掉 其實老婆做菜給老公 這是很溫馨的 對 要全部吃光 對 要全部吃光 但是那些該做的程序 還是要做 還是要做 對 不然吃了拉肚子 那就不好了 或是看我們新兵進行曲 對啊 都有教做菜 今天好就會學了 來 好 我們師傅已經把魚都騙好了 都騙好了 對 每片都要0.5公分 對 那今天知道菜的重點就是 你每片魚肉都要一樣的 它這樣是比較容易入味嗎 對 要開始醃魚了 先打蛋白 先打蛋白 對 讓它軟化 讓這個魚肉更軟 對 更嫩 我知道 就像我們吃火鍋一樣 我們那個肉片都會先沾蛋白 對 就是要讓它能夠更潤 口感更滑 對 通常用兩顆就可以 用兩顆就可以了 也不能太濕 今天我們有一個考驗 對 要讓我們現場來賓好好來考驗一下 真的嗎 真的假的 最後你是什麼好玩呢 請所有來賓到中間來 到中間來 好的 所有來賓都就位了 我們在30秒以內 看誰打蛋 單手打蛋 打得最多顆的人 單手啊 蛋黃不可以破 不可以有蛋顆 你沒打你好像很累 對啊 一定太多了吧 恭喜我們再開始計時30秒 30秒開始 好 來 加油 好 來 家綺不錯 家綺不錯 我們的公務專家 公務專家已經有蛋黃掉在裡頭了 有 破了 有上坑 還有我們的蛋黃都破掉了 家綺有機會全部打完 沒有 IV其實也很強 她已經打了很多球 要破 要破 破 1 5 4 3 2 1 5 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正真點 先說我的 那馬上就勝負就分曉了 3 1 白家綺果真有練家事 速度還滿快的 30秒單手打蛋 打了8顆蛋 目前暫居第一名 余安的廚藝只能說不能做 現實之內只打了6顆蛋 略訓一籌啊 美麗人妻IV沒話說 8顆蛋和家綺打成平手 所以 恭喜我的IV跟白家綺獲勝 恭喜 恭喜 得到一個讚之 謝謝 維護好了 恭喜家綺還有道遠 謝謝 謝謝 恭喜 謝謝 我們要來看一下我們師傅 進行到哪裡了 師傅 你的語言到哪裡呢 好可愛 打砂劑一下而已 我們現在要開始加調味料 我們要加的鹽 一點點就可以了 一點點 對 我們要記得 然後再來就是米酒 一茶匙 一茶匙 去腥味 去腥味 那還有胡椒粉 胡椒粉 它可以去腥味 而且又可以增加它的香氣 好 那我們現在要加的就是 我們玉米粉讓它 形成一個保護膜 我們加它要兩 兩大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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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了蛋白之後它附著力更強 對 而且你看看魚肉的鮮嫩度 有黏性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去魚菲力 下來的魚骨頭 魚骨頭 我們現在要做一個湯底 我們現在先把魚骨頭 熬包湯 完全不浪費整治美 預備 我們先把它煎 煎出香氣 焦香味的感覺出來 表面有點金黃色 有點金黃色 我們現在就是要先下薑片 細心 還有其它的香氣 我們現在可以加一點米酒 對 你的一式一名 不會回在我手上吧 對 難帶 三茶匙嗎 這個名義 兩茶匙就可以了 兩茶匙 對 那我們放一點鹽巴 鹽巴 一小匙就可以了 一小匙 那我們現在放的是黃豆芽 黃豆芽 黃豆芽 它比較不耐煮 等一下師傅 我們現在是在做湯底嗎 對 這怎麼不像是一道菜 不會 接下來就是芹菜段 芹菜段 對 再來就是我們四川的木耳 木耳 木耳好吃 我們現在還要放一個白水 沒有 那我們在下水的時候 不要下太多 對 湯的顏色已經有點變化了 艾翔要不要來試喝 真的 我可以試嗎 高湯就是要試喝 現在可以試 到底 有沒有被小桶搞砸 師傅 被我搞砸了嗎 這個湯底喝起來很普通 你不要害我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秘密武器 還沒放 是什麼 究竟是什麼樣的秘密武器 能把艾翔說的普通湯 討厭脫材換骨成為上堂呢 現在湯的顏色已經有點變化了 艾翔要不要來試喝 真的 我可以試嗎 高湯就是要試喝 現在可以試 到底 有沒有被小桶搞砸 師傅 被我搞砸了嗎 你想害我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秘密武器 還沒放 好 這是什麼 問題來了 請問 這一道川鼠沸騰魚 要加入以下哪樣食材 才可以讓美味更提高呢 1 泡菜 2 榨菜 3 酸菜 酸菜 請搶 答 艾翔 我覺得應該是2榨菜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喂 這是女人喜好的問題 只要就是譬如說像陽春麵 這麼素的東西 只要加入榨菜以後 整個湯頭變美味了 她答對了 你會贈到一個讚之 恭喜 來 我們的秘密武器就是我們的 炸菜 炸菜 炸菜把它切成片狀 切成片狀 然後把它架在魚湯裡面 直接 要加多少 對 要加多少 差不多加1顆就可以了 吃一道菜裡面 其實鮮味都是來自炸菜 叫做它含有豐富的氨基酸 礦物質 然後一些營養成分 所以炸菜對人體 是一個很有幫助的 可愛 而且我們今天這一道菜 裡面有那麼多油 我們炸菜又可以解油膩的感覺 就可以開胃 煮到滾就可以 我們現在就是整鍋油 整鍋油 對 是要炸東西的喔 不是炸東西是 把魚片給泡熟 泡魚片給泡熟 對 它要低溫油 90度到100度 就是手放下去的時候 有點溫溫的感覺 其實我們就可以下魚片 就可以了 我們要下魚片的時候 有一個小撇步的地方就是 我們鍋子一定要先熱過 先熱過 才不會黏過 有 所以它每人都在油當中 對 我放一片一片慢慢下 像你剛剛你第一片 它跟最後一片慢慢放 那它這樣熟度就會不一樣 不會不一樣 因為你先放 我們現在放一片下去之後 它溫度就會降下來 所以它放的時間 可是你在放的時候 你也不能太慢 你手都放到油 師傅 沒關係 不會很燙 我們只是讓它慢慢吹熟 不是讓它一塊熟 再把它浮熟 如果一下子油太熱的話 外熟內生 它吃起來口感就是不太好 不會那麼滑嫩 已經浮起來了 要炸到金黃色嗎 就是先讓它浮起來 讓我們再開大火把它 油逼出來 逼油出來 對 讓它金黃色 我們的鍋底現在已經好了 我們可以先下鍋底 好精華的感覺 有那個泥 這感覺就是一道美食了已經 對 其實一道菜 好香 好香 而且感覺很健康清爽 對不對 它的香料油 其實我們的香料油裡面 是用一些 洋蔥 然後還有一些芹菜 芹菜 然後薑 然後還有一些 大量的沙拉油 然後還有八角 然後一些 一些 月桂葉 一些中藥材 我們所稱的叫香料 把它煉製而成 提煉出來的 我們的魚片差不多這樣就可以了 好香 好香 感覺這道料理就是好吃又健康 而且切得好漂亮 真的 接下來 香料油 對 香料油 一大碗 一個蛙公 而且香料油是買 市場上是買不到的 買不到的 所以一定要以剛剛的那些食材 而去來調配的 對 它才會有的 然後再加紅油 紅油 紅油 辣油嗎 還有我們的 白油 這是用大紅袍下去提煉的花椒油 從大陸可以帶回來的 你可以吃一湯匙 吃吃看味道 吃一湯匙 吃一湯匙 嚇壞我 一湯匙 吃一湯匙嗎 一個月了 要咬嗎 來 然後不要吞下去 看一下 好 好 那我們現在把油溫慢慢地拉到 150度 加高 150度 150度 那泡泡變少的時候 變小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下 依序下我們的大紅袍 還有我們的 甘辣椒 甘辣椒 好香的香料 好香味膚膚 對 真的很像麻辣鍋 這個是什麼 這是我們俗稱的 公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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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傳說都是甘辣椒吧 公寶其實就是我們 韓話所稱的 是說法 對 所以公寶雞丁的公寶 就是這個 對 叫甘辣椒 那我們要讓它更 這一道菜更香的話 所以我們要加甘辣椒下去 提升它整個 這一道菜的味道 所以我們也來問大家囉 公寶 蔡明宗的公寶 到底意思是什麼呢 一 人名 二 地名 地名 三 尊稱 請 坐 答 Ivy Ivy 加油 是什麼 應該是三 尊稱 為什麼呢 因為我記得好像是有一個 古代的 有一個叫公寶廟是不是 對 有一個叫雞丁 他名字好像說叫少寶 然後他是一個官員 然後那時候 他常常很喜歡做這一道菜 人家去他家裡做客的時候 他就會用辣椒 花生跟雞丁 然後調得很好吃 所以公寶雞丁也他發明了 對 奇怪師傅他講對了嗎 他答對了 好 謝謝 謝謝 親公聚十任的四川總督丁寶鎮 對朝廷有功 進封為太子少寶 人稱丁公寶 每回宴客必拿花生米 乾辣椒及嫩雞肉一桶拌炒 好 最後這道菜也變成為公寶雞丁 太炸了 我們現在整個攝影棚 都瀰漫的那個辣味 辣椒味 好香喔 用小火慢慢把它 公寶原本的味道 給它煸出來 對 我們現在 呈這個顏色就可以了 就可以下我們大紅糖 等一下 你也太重等了吧 師傅 我們現在也是慢慢把 花椒粒的味道 給煸炒出來 我們現在可以的話 我就起鍋 媽媽 起鍋直接 已經 直接把它淋上去 對 好漂亮 它的顏色 好好吃 那我們再放上少許的香菜葉 香菜 我們的穿熟沸腿魚完成了 恭喜我們Irene得到三個讚 今天可以獨享我們的美食上菜了 好香喔 我們看它的顏色是兩層顏色 像我們知道的 對對的 真的 而且別忘了它是高山鱸魚 這都是很滋補 那我不客氣了 對不對 玉米粉在外面真的形成了一股麵 你看 有些魚的那個對度 對 在嘴巴裡面吃好 鼓流的感覺 不是在流口水 流口水 一口 一直分泌出來 而且一定要吹 因為我們是不是沸騰玉米 我們快點去煮白飯來配了 真的可以配白飯 魚肉看起來好嫩 水中油 這是音樂對吧 老師這是美味的音樂嗎 什麼口感 它那個魚吃起來真的超鮮甜 然後它跟那個花椒配在一起 在舌頭就會串開 它那個麻辣的味道會串開 一直到喉嚨都是香的 好好吃喔 會很辣嗎 還好 就一般有吃辣的 我可以吃一口 而且那個炸菜 肉好嫩 外面有酥酥的 完全把辣油包覆進去 真的耶 其實所以它不會很辣 已經在 你看IV已經在撈料了 好 不要說我對妳不好 真的 整個超開胃 可是不會很辣 不會很辣 還好 對 它是花椒的香 你們看 謝謝媽媽 媽媽 謝謝恭喜我們的IV 得到一個十神的獎盃 好棒喔 三個讚 恭喜 恭喜 謝謝 謝謝 而且非常感謝我們今天 陳怡婷師傅 謝謝 她的金塊川菜館 就在我們的板橋 所以想吃就可以去吃了 就可以去吃了 對 真的 對 今天感謝我們的IV 感謝 她怎麼能放下來 謝謝 實在太好吃了 謝謝各位來賓 謝謝各位來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記得 謝謝大家 今天晚上7點半到8點 收看我們的 新兵進行情